3 歡迎收看486的會客室 我們這是第一集 第一集我們很高興邀請到了唐鳳 那因為這是第一集的關係 所以想要上我們的節目 你必須要自己準備會客室 因為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都還沒有會客室 因為我們實在太忙了 那今天非常的開心 就在唐鳳的辦公室的這個地方 那我們剛剛 我有偷偷的看了一下 唐鳳的十個秘密 這個之後會在我們的那個 那個粉絲團 我會再跟大家來分享一些 小驚喜 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那唐鳳 我覺得你應該是今年喔 因為這個疫情的關係 你也是說 也協助了政府 做了很多這個書櫃啊 這個事情 所以在台灣跟日本 變得非常的有知名 事實上現在變成一個素材庫 變成一個素材庫 唐鳳過台灣 對我覺得大家都蠻喜歡的 是 那我們今天也是隨便聊啦 因為對您 我覺得也是大家很多人都蠻好奇的 我覺得有好的地方 我們大家可以來學習 我是看你還是看鏡頭 都可以 自然都可以 對觀眾講話 對觀眾講話 喔 瞭解了 瞭解了 感謝您這個的納稅錢 幫我們建的這間會客室 那唐鳳我查了一下你的資料 你曾經在德國讀書 一年 讀了一年 你那時候為什麼要過去 因為我爸就是去那邊念博士 那他的就是博士論文 就是研究那個天安門的運動 裡面他這些學生們 就是第一次之間的人際關係組織啊等等 那因為當時他為什麼要去那邊 是因為有很多人從天安門 跑到澳洲去 那他們也回不去了 對 那所以就是 其實他們年紀也很輕 也都還在念大學 那所以等於就是說 我爸的這些 就是訪問的對象 那其實就是 我就記得跟他們在客廳 一起辯論一些聊天 一起想說 他們當年在這個北京 什麼地方可以做得更好啊等等 所以你那時候去 我那時候看報道好像是說 你爸爸要求 希望你們過去 那對 因為他自己在那邊念博士 自己一個人嘛 不苦力拚的 所以我們就全家都去陪他 那因為當時也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在台灣 是四年級跳讀六年級 那我跳讀完六年級之後 我發現我不能念國中 因為沒有五年級跳國中 的這種跳法 所以我就沒事了 所以我就去了德國一年 我回來還是念六年級 所以我六年級沒有兩次 你可不可以跟我談談 就是說你在德國生活的一些 你覺得 在你眼中的德國人 你覺得你是這樣 德國記者常常問我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跟他說 德國人都把 因為我當時是降讀四年級嘛 我是五年級 但因為德國五年級 就有國中文 所以我就是降讀四年級 他們都把四年級的小孩 就大概十歲 十一歲都當大人 所以就是自己安排時間 然後自己出門也不會 就是覺得好像很危險啊 或怎麼樣 那你越把小孩當大人 他們就越把自己當大人嘛 那所以看起來都非常成熟 感覺上就相當於台灣 可能是六七歲的青年 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這是當時我覺得 印象非常深刻 而且我也常常跟德國分享說 我就學到很準時 這個叫Pimperscheid 這樣的概念 那德國都說沒有啊 現在德國的青年也不成 我那一輩了才會成 所以你在你的看法當中 德國印象是好的 就是他們很自律 然後對自己要求很好 然後對小孩子 基本上就是當作成員對待 所以你那時候去的話 就是都跟德國的小孩混在一起 當然 那你覺得在那邊快樂嗎 當然快樂 跟台灣那時候的環境相對 當時我在台灣也很快樂 但是主要的問題是 我在台灣之所以很快樂 是因為我可以在體制外 我可以去不管是休學也好 或者在家自學也好等等 那些事就是感謝校長們 一路以來的保佑啊 就是讓我可以不用去學校 讓他們幫我這個圍造一下文書 但是現在追溯期都過了啦 就是說我不用實際到校 那我還是可以就是 自己在大學等等 尋找資源 一路到國中都去離職 那我二年大概就中錯了 那都是因為校長保佑 那但是在德國是 他其實在體制裡 他還是給小孩 非常多的空間 那每天可能下午三點三點半 最多四點就都下課了啊 那每個人自己 在尋找自己的社團啊 然後會提組織啊 之類的 所以本來就是 像選修這種概念 我們現在叫加深加廣啊 這種概念 是我們一直到108課才開始有 校本課程等等 但是那個時候 德國的小學就已經有了 如果那時候 你就一直在德國 一直讀書的話 你會覺得 會比你在台灣自己這樣自詢等等 你會覺得會比較好還是 其實沒有什麼差別 因為上次網際網路的時候 都是一樣的 所以後來你在德國待了一年 那就又回台灣 對那主要是因為心臟動手術嘛 因為熟悉我的就是 病例的醫師大概都是在台灣 對 所以我就回台灣動手術 當然手術就碰到網際網路了 那碰到之後其實你跟哪裡都一樣 所以你有動過心臟動手術嗎 是什麼啦 它是叫心事中隔缺水 是一個就是定等體位的 這樣子的一種生理狀況 那所以從小來 三四歲 醫生就說 我如果能夠活到可以動手術 那這樣子就活得下來 那不然大概一半的幾率 可能是活不到可以動手術 因為小孩年紀太小的能動 所以就回來台灣 就動了心臟的手術 然後我看到報道就是說 你媽媽就會 就希望你 就是好像應該說 希望你能夠自學 有沒有 當然是我自己 是你希望能夠自學 其實就是我去說服校長 你說去說服校長 你那時候有多大嗎 當時十三四歲 那當時全國客展 因為也有得冠軍 十四歲的時候 也拿到保送資格 所以其實去不去學校其實不是很重要 那所以我就花很多時間 跟線上的教授一起做研究 那後來我就告訴校長說 你看線上我們一起寫出來這些配合 比起課本上 課本大概落後十年了 所以其實與其就是我上高中 還是看這些十年前的東西 我不如直接去參加支持的創造 那校長是一個很明理的人 所以他看了我的這些E-mail之後 可能想了一分鐘 就是說你不用來了 那等於有都學 或者有誰問的時候 他就幫我打證 那你現在回過頭來 再來看看現在的一個 教育的一個環境 你有沒有什麼樣一些感觸 或者是想法 就是我的想法 都已經放在新客綱裡 我是新客綱的 新客綱會委員 就是我們現在俗稱什麼 108科綱 108科綱 對 當時就是大概在所謂什麼 反 可以像科綱為條 那個時候 就是國教委員 當時科綱委員長 也有邀請我 還有另外一位芳心周老師 以民間的身分去加入科綱會 所以我們從實驗教育這邊 來很多想法 包含說自主學習自發 或者是說跨領域 跨時代的這種學習互動 或者像是永續發展 這些共同的價值 所謂共好這些 我們就把實驗教育裡面 實驗成功的部分 包含我這些 則是在家自學的學生 覺得特別就是 我們自己來決定方向 學校進行我們的資源 等等的這種想法 都寫進我們的新客綱裡 所以我的這些想法 大概都是現在很多 小一、國一、高一的老師 現在正在頭痛的 因為他們就是本來 教學的方法要 必須要翻轉 變成以學生為中心的 那種字 可能我小孩也大了 所以我現在對於這些課 我是有聽到 108課綱 但是我並不是說很 很充分的去了解 新的那個會考 你也沒有試著考考考 據說現在就是大人比較好考 因為他考素養 對 但是我在網路上 大概也有看到 有一些反對的一些事情 但我也沒有很仔細去看 因為畢竟 離我們這個家庭 稍微遠一點 所以你覺得這個課綱 你覺得它最大的一個意義 跟它的目的是在哪裡 它的目的就是去打破那種現性的 人跟人之間彼此在預先化好的這些科系 人跟人之間個體競爭 而是變成說團體團體還是競爭 但人跟人之間要學怎麼合作 那主要是跨領域 跨世代 跨文化的這種合作 那像這樣子跟傳統上 就是你還會公佈什麼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等等 那種現性的比賽式的教育是不一樣的 但是在推動這種新的這個教育的改革 其實都會遇到很大的阻力 當然有一定的 對 你覺得你現在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嗎 對 當然現在是因為這個課綱已經塵埃落定 所以我也並沒有再參與課綱的審議 但是當時我課發會課綱完成 就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課審會 那課審會當時其實也有家長 還有包含學生的代表 那這是第一次我們的課綱是讓這個受教者自己來代表 然後他們也提出了非常多很棒的見解 所以大概就是會有爭議並不是一件壞事 因為各方都有各自的想法 但是如果大家都只能事後靠抗議的方法 甚至當時課維調的時候 就是還靠特別激烈的方法的話 那當然就會有一些悲劇 那但是我們現在是說 還沒有到說你要上升到那樣抗爭的程度 就直接先邀請來教育部 你不用等到他們來證領教育部 就直接邀來教育部 那大家在課程會裡面具體的 就是論事而且有逐字記錄 完全公開透明的討論 所以本來有爭議的現在就變得比較小一點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大部分的爭議在課程會都處理掉了 其實這個概念就跟我們在公司的經營一模一樣的道理 大家開會大家有什麼意見 直接提出來 然後大家看看有什麼樣的一個方向 要修正要修改 然後決定的方向大家就改了 沒錯 就是說他有參與的就算不太完美 他也會自己清盡全力把它變好 他沒有參與的就算再完美他都要批評你 沒錯 所以我們從這件事情 我們再來看就是這幾天比較夯的一個 對啊 就是那個醫療的那個什麼 什麼以氣質的這個 你怎麼看待這件事啊 我完全沒有參與 但是以你的一個一個角度 你個人的一個角度 你覺得你怎麼看待你 就是之前後來大家就說 8月1號要推動 那後來醫界有很大的反彈 對其實我們每次這種反規的預告 它大概就是這一段類似的狂衝擊嘛 就是好比上說通常都是兩個月前啊 那當然以前比較就是在 就是2016年以前的政府 大概有7天的有14天的 那那個時候其實就會大家就會上街頭 為什麼因為你如果只有7天或14天表達意見 你表達完之後其實根本沒有回應的空間 那那個時候為什麼服務貿易協定爭議那麼大 並不是說沒有開工廳會 而是說它連續開好幾場公廳會 開完就要通過 其實工廳會你講什麼 完全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義 沒有它7天後就要通過啦 或者14天後就要通過 那我們現在是從2016年開始變成了60天 那60天本來的用意就是說 在這個中間有點像反送區 大家要踩煞車的 好比像說像那個育兒白寶箱 後來就直接煞停 那或者是踩油門的 就是我們應該多做一些的 要轉方向盤的 要踩離合器 不知道為什麼要踩離合器 當然就是民間各種各樣的朋友們 都可以提出意見 那在這60天裡面 等於是說大家最有共識的部分 可能就是像這個例子裡面 就是說它價格特別高到 比較不合理的部分 也許最有共識的部分就可以先過 那還沒有共識的部分 我們在公告 就是不是預告嘛 預告期的時候 發現這邊其實還沒有共識 那大家就可以回到揮影桌 再繼續討論 所以我想延長成60天是有好處 因為如果我們現在如果不是預告 而是就直接上路了 我們就直接說 那我們就6月15號上路 那就是6月8號說 6月15號上路 像以前那樣的做法的話 那現在大家都已經上街頭 所以你現在本身就在體制內的人 你在看我們現在這個體制 你覺得還是好的 我覺得當然延長到60天 讓大家有多輪的討論 而且在裡面發現有共識的部分 跟沒共識的部分 這絕對是好的 因為以前根本沒有時間討論 所以我們就只好覺得說 大家都有共識 那市場就不行了 你大部分的時間好像都比較獨處 比較多 我也是有辦公室 我是說從以前求學 人都自學 其實這個是可能是一個 就是媒體的一個報導的一個方向 因為像我工作是遠距工作 可是並不是在家工作 我是巡迴全台灣全世界 那同樣的道理 我所謂的就是自主學習 並不是我在家 是我也去找附近的大學 然後也是去找很多是研究生的課 我就去亂入了 就是旁聽 那如果有些老師比較不喜歡 這種有人忽然來旁聽 那我就不聽他的課 那有些老師很喜歡 就是大家來討論 那我就會討論 所以到最後都是一些人文 像哲學的課 就會參加特別多 原來是這樣子 你有多少個好朋友 你是說在臉書上 真實生活中很好的好朋友 其實我的好朋友在好比上說 這個開放原始 就是做自由軟體的 就是我們寫程式 但是是開放給所有人使用的 像這些朋友們是非常多 大概上百個 那叫得出名字 而且知道你自己在做什麼 那能夠就是聊得很開心的 就是比較交情很好的 大概也有幾十個 但是都是分散了全世界 所以你並不是孤獨 有時候有的人網路上可能去搜尋 可能會覺得就是說 你好像是還蠻蠻孤獨的 那事實上原來不是這個樣子 原因是這樣子 就是說 比如說話比上我 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叫他仔細哥 公穿檔業 他也是當時在日本推廣部落格的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人 那他現在當然就是跑去Fastly 這家公司 所以他在美國 那他就是在錄Podcast 現在他現在變成Podcaster 但是當然一方面還是在上班 那所以他Podcast就邀請 那我們就覺得很開心 我們之前一起做過很多專案 而且對彼此的中環 其實都有了解 那但是你若是從外面 從社會重新實驗中心看我 就是看起來我就是對著一個麥克風 然後戴著耳機治療得很開心 所以從外面看起來好像很獨獨 但是事實上從線上的角度來看 是正在加入一個非常多人 可能上百上千人這樣一個社群 OK 所以你覺得這樣的生活其實還很有趣 對啊 很有意思 我們剛剛提到了就是說 既然提到了剛剛那個108課港 其實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認為 現在阻礙教育改革 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 你聽天資在哪裡你知道嗎 很多人以為是老師 很多人以為是官僚的什麼體系 其實是家長 你知道我在這邊真的 我就很直接這樣講 不怕得罪了 因為我的孩子從他們小學國中到 那我兒子他本身他在小學的時候 他運氣還蠻不錯 小一的時候他們老師就發現 還有閱讀障礙 所以他在國中的時候 他的成績都是倒數三名 不是倒數第二就是倒數第三 所以他運氣也是還不錯 就是現在的教育的體系來說 尤其他讀的那個國中 他的老師跟校長 並不太會議就是說成績很差 這孩子就完蛋了 但是還是有很多的學校 其實是這樣認為 可是我兒子運氣真的是還不錯 所以後來他就去 我們就決定讓他唸很高十 就不想去唸 現在叫做技術道中 對技術的道中 不要去唸一些什麼 什麼 好像為了唸大學 而去就去混了四年 這樣的時間 所以我兒子也都還學習得還蠻快樂的 這非常棒啊 表示說他如果18歲要投入職場 你也不會反對 他已經投入職場 那對嘛 對他已經工作了 我們就是需要這麼明理的獎勵 但是大部分 我在Facebook 我在粉刺團上面寫 很多的家長都很贊同這樣的方式 可是呢 在實際真正的生活當中 他們還是會 還是會墮入了分數 就是若是你的小孩的話 他就幫你拍手 自己的小孩說不一定 他不是拍手 他是看他分子是大 對而且18歲的時候 因為小孩還沒成年嘛 所以真的還沒辦法 因為需要家長簽字 所以其實最大的問題 教改其實還是家長 他們會認為 如果你成績那麼差 以後呢出社會怎麼辦 就會進不了大企業 不過我們現在觀察到 就是現在小一的人 就是七八歲的做小孩 他們的家長反而是比較明理 當然有一個原因 也是因為他們是教改後的一代 對所以時間還是站在我們這邊 所以這時間過去在中央位而已 但是確實現在高三升的家長的話 有一些他的記憶還是比較威權 確實 對 所以對於這些家長 你有沒有想要跟他講什麼 就是成績不好 就進不了大企業 進不了大企業 人生就完蛋了 不過台灣大部分是中小企業 對 所以我當然想這樣講 就是說 所謂這個萬事萬物都有缺口 缺口就是光的入口 那意思就是說 其實有些看起來非常標準 非常完美的人生 他就是因為看起來沒有什麼缺口 但到最後他反而會覺得很空虛 因為他一路做的都是社會期待他做的事情 他沒有那個時間去想說 那我到底自己的興趣在哪裡 我自己要怎麼樣發展 因為他配合社會配合的太好了 所以反而如果你的小孩 在可能高中這個階段 覺得說我們要迎合社會主流的價值的話 那你讓他就是高中三年之後 就實際上在社會上去體驗 說不定才發現說 某些東西是課本裡沒有教 但是他有興趣的 他才有那個機會去發現這個興趣 因為硬逼他去念一個他不適合的科系 他又要晚四年才能發現 他自己的那個專長的興趣 所以我記得我們政府有一個 那個高中畢業先投入職場 然後還要補助你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他還沒成年 所以你還是得說服家長 所以當然18歲公民權 不是只是這樣脫票權 就決定自己生活的權利也是很重要 不然他都就得不去結婚 這個我想沒有幾個高中的想唱這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 跟西方的很多的那種家長的那種 對孩子那種看法 其實還是有很大落差 我覺得年輕一輩家長看是比較好 會比較好 因為他們比較有接受 對比較能夠接受 比較新的世界這些的潮流 所以觀念很重要 現在那種網路的發展 你看每個人都人手機 很多小孩你看看 像很極端的就是說 就是孩子呢 有的父母完完全全禁止他使用手機 禁止他上網 禁止他使用電腦 但也有一部分的家長 就像我一樣 可能小學三四年級 手機電腦上網都有 然後我會告訴他可能有一些 資訊怎麼差怎麼著 哪邊是什麼等等 哪些陷阱哪些要注意等等 可能會這樣 因為他就是總有一天要面對 對 不可能一輩子都不用 所以我認為網路上 大概99%都是一些垃圾的資訊 可能有百分之一是很珍貴的確信 你能不能就是在網路上 你這麼的厲害 這麼跟我們一般的人 比較起來 你再懂太多了 你能不能給我們一些 例如說什麼建議 例如說上網 你有沒有什麼一些看法 一些建議 其實最主要還是要 你自己心裡想要抱著 某個想要解決的問題 對某個領域的好奇心 像我當時上網 我想要做的一個社會問題 就是說 我發現說 大家在網路上很容易彼此相信 然後一起就做一些社會行動 你會發現說 剛好會彼此相信 對 很容易 就是你一個標籤對了 一個hashtag對了 忽然之間你就可以集結 包含這個什麼 25萬人上街 50萬人上街 這都做得到 就是快閃都可以有這麼多人 但是呢 在實體生活中 當時 我會發現說 那個長輩還是會說 你要先認識人 不要隨便上陌生人的車 不要隨便到陌生人家裡 等等嘛 對不對 所以說這兩個世界 好像落差是很大 那但是呢 其實我們現在一天到晚 一路有用烏龜或Airbnb 都在坐陌生人的車 都在去陌生人家裡 所以 網路它一定程度上面去讓人 好像覺得隔正螢幕 或反而更能夠去相信對方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對方隔正螢幕 大概比較難傷害我 那在我們當年是這樣子 但是為什麼它可以 心理上面造成這樣的感覺 就是我當時想要解決的一個 學術問題 所以我是因為有這個動機 所以就去網路上面 找相關的文獻 認識相關的研究者 當然也開始了解到說 其實網路並不都是好的 也有一些壞的部分等等 但是因為我的出發點 是想要解決的問題 或者是想要了解一個知識 所以這個就會帶領我到一個 比較是創造性的一些社群 比方說像康奈爾大學的 Archiv 就是大家正在貼論文的那些地方 那些PO的論文裡面 很盡量就比較高 可能99%都是論文 百分之1才是廢文 OK 所以你有發現到就是網路上 大家比較容易互相相信 就是要看 對 但是就要看你結合起來 彼此信任之後 你想要是解決共通的問題 那就是一些比較學術 或創造性的社群 還是大家只是想要 就是彼此互相取暖 那彼此互相取暖也沒有什麼不好 它也滿足這個人際的需要 但是你剛剛講的就是 你在裡面要獲得知識 的機率就比較低 因為主要還是大家在靠北什麼什麼 那這個當然也是有它存在的價值 它滿足心理也需要 只是說純粹就是知識上面 你也花很多注意下去 不一定學得到那麼多的心智 嗯 你看像5G的手機快來了 是啊 時代快到了 所以對於未來的話 頻寬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沒錯 你怎麼看待啊 這個未來的這個這個時代 你覺得它會有 對我們真正在生活當中 有什麼最大的改變 對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就是低延遲的這個特性 就是我們現在是預錄而不是直播 對那但是縱使我們是直播 現在的這個技術 大部分人用4G手機看的話 從我們就是放出去到它看到 中間還是會有一點點時間差 搞不好很多喔 搞不好會有10秒 對對對 雖然你選擇你已經勾了非常低延遲 但是其實還是滿高的延遲 那但是5G它就可以變成是說 我們真的幾乎做到完全沒有延遲 那當這個延遲縮得到一個程度 那就會有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就是你就不用實際來這邊了 那我不管是透過子空投影 或透過VR 透過什麼方式 你就可以變成是說 就是你的注意力在哪裡 我可以即時感覺到 那這個低延遲的特性 我覺得是5G最珍貴的一個特性 以前我們必須要在兩個辦公室 用光纖 用這個測到很順的網路 才能夠確保說 就是我一講話 你一點個頭 我就知道你有沒有聽懂我講的這句話 那但是呢 我們一般隔著 像現在的一些視訊軟體 用4G的話 其實沒有辦法 所以大概你都會覺得 好像見面三分清 視訊還是打個折扣兩分清的狀況 那5G的低延遲 它就可以造成 就算是在遠端 還是三分清的這個狀況 OK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私人的問題 你對愛情的看法是什麼 對我覺得當然很重要就是說 要什麼同舊忍耐啊 又有恩慈啊 不嫉妒不自誇 不張狂等等啊 對這個等等 你這樣一講 我就不曉得該怎麼問下去 你覺得你是一個怎麼樣子的人啊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看望 那我認證 你覺得你是一個很積極的人嗎 對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所以說 首先我不會假設說 如果有人來找我 那他如果對我有些誤解 或有些情緒怎麼樣 我不會覺得一定是他的問題 或是我的問題 我就會覺得說 我至少先聽懂 能夠從他的角度來看 那這個也是我之前在 因為現在畢業季嘛 所以我有錄的畢業影片說 這個我選每一邊站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如果有五六方的人 彼此意見差異很大 那我會細嘴讓每一方 我都可以站在他的角度 去講他所看到的那件事情 他的論點 我如果發現沒有辦法 那一定是因為我沒有他的生活經驗 所以我就會去跟他混一陣子 去想 嘗試要就是有他的生活經驗 所以我之前像 我們剛剛講Uber嘛 主持Uber會議前 我就要去做一下Uber 那還沒有開Uber了 那如果是主持Airbnb之前 我就要去實際住一下Airbnb 包含那些這個這個 連鎖日租不太合法套房等等 那就是因為我如果沒有 第一手經驗 我沒有辦法站在那些業者的角度 去幫他們爭取他們這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凡事包容 這個真的很重 是的 非常謝謝 你當初會進入這個政府的這個體系當中 我看這個資訊好像是因為林全前院長的關係 對 他當時是要我幫忙找人 所以說請我幫忙找一位證人 所以那時候你在之前就認識了那個林全林全 沒有 那就是第一次認識 那時候就是因為醫院際會 對對對 因為當時在林全老師接任之前 其實我已經在新政院也是在這個辦公室 擔任專案部位已經一年多的時間 是這樣子 也訓練過大概上千位公務員 也跟至少七台位公務員結合做過 那像現在是我們辦公室的其中一位同仁的業名 當時還在NCC 那NCC當時討論通訊傳播法的時候 我就是幫忙他討論那個主持人 所以當時就是也有人 也有朋友說我是見習生轉正 就是我之前本來就在這邊練習 當政委的一些相關的工作 那林全老師也注意到了 所以他就問我說那願不願意說 再去找一個類似我當時工作的這個朋友 那我去問我朋友 大家都不願意放棄我的事業 來做公共服務 那我想說我反正就是 有點退休了嘛 所以我就說那我過來自己試試看 所以那個然後那個 林院長就說OK 對啊 然後就進來了 對那我當時有跟他特別講說 就是我對於這些公務夥伴 我都是顧下命令的 我都是指給建議 那為什麼呢 是因為其實我對於這些業務 也並沒有他們那麼了解 我也不覺得說我搞不清楚狀況 顧下命令 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所以當時他們都是 就叫我可能談顧問或談老師嘛 那所以我說就算我當政委了 我還是不要督打任何特定的部會 那這些部會的同仁看我 還是像以前那樣子 就是我講了有道理 他們就去做 我講了沒道理 他不會因為是長官 所以就非做不可 所以如果有人叫我長官 我就假裝沒有聽到 我就走過去 所以以後他們 你們叫我老闆 我就假裝沒聽到 我們繼續走 看起來你的員工都很開心 確實都開心 是不是 薪水又高 工作又少 是不是 福利又多 教期又長 對吧 大人要出外景沒有等期之外 真的不好意思 真正簡單 所以你對那個林院長 你的看法是什麼 你對這個人的看法 我其實我很喜歡他 他以前在當財務部部長 對不對 我不想我記錯 蠻早之前 對不對 我就覺得他就是一個 一個就是很懂凡間的學者 對不對 我這樣的看法 確實是 而且我覺得他很難得的就是說 他雖然就是在學術上非常的專精 但是他很容易用平易近人的語言 去說明給大家知道 那我覺得這個是特別不容易的 因為在現在這個時代 其實大家大概只有你一分鐘的注意力 你有對方一分鐘的注意就不錯了 那這些高深的這些學術的東西 如果他能夠抓住這一分鐘的注意 也很明確的講出來 那公務同仁也好 有辦大宗也好 都可以了解 那你說那個林院長身上 你有沒有學到什麼 有啊 就是他抓重點的這個能力 然後他在參加各個會議等等的時候 他不會一開始就去說 那我今天就是要什麼或怎麼樣 那他大概都是先很認真的傾聽 他讓我學到說 你如果很認真的聽就是你的部署也好 你的客戶也好 你的員工也好 都可以了 就是你聽對方好好的講的話 那你講出來的話 他一定也認真聽 因為你已經有認真了解他的狀況 所以就算你就是聽完之後 你一開始還不知道他的這個世界觀怎麼樣 你聽到最後總是會知道怎麼樣 你這樣能夠打動他 所以這樣子的話 你講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說 你講得非常有道理 或至少你講得值得 我去花時間好好想 但如果你就是對方沒有講完 你就打斷他 或者是說你一開始根本就不聽對方講 那雖然可能他因為你是老闆 要聽你的 但是長久下來 你講的話 對他的拘束力就沒那麼高 OK 那我們看一下 是沒問題 勾文子 對啊 我擔走 好啊 有了嗎 沒問題 好 你繼續選擇 OK嗎 OK 路上 5 4 3 所以你看他 你在這個辦公室裡頭 其實這個老闆 換了好幾任 從2014年底算的話 那是從毛治國院長開始 對 然後江山珍院長 然後就是林全老師 然後賴靜德老師 然後蘇貞昌老師 然後蘇貞昌 你怎麼看蘇貞昌 蘇貞昌 感覺他們脾氣不是很好 不會 他那是1.0 蘇貞昌院長2.0 總之脾氣就已經很好了 對 據說他上一次就是擔任院長的時候 脾氣不好 我那時候就是我因為很年輕 也沒有機會跟他相處 所以現在看起來他非常 因為他年紀比較勇 一部分是這個 然後我覺得就是 他 常常跟我們說 他在這個地方工作 他其實已經完全不是為自己了 他也不懸 他也不是怎麼樣 他完全就是為了公共服務 那我覺得就是這種無私 風險的精神 那他就會超越很多 就是你如果還為自己想的話 那你就很容易就不耐煩 等等 那你如果完全是為公眾能福利的話 那感覺上心情就在一個處置泰然的情況 那他也是非常聰明 我跟他解釋任何東西都不用解釋第二次 肯定的 因為蘇貞昌 你看他從以前從政黨各方面 他也是一個非常有歷練的一個長輩 你從他身上有學到什麼嗎 對 就像剛才講的 就是他聽任何東西 就是立刻就聽懂 那他也抓出重點 那跟明選老師比較不一樣的是說 他一旦聽懂的時候 他其實不會花很多的時間 去說那我們是不是再去 就是他常常有一個口頭禪 就是不管假案或者是已案 這個拖延不絕是最不好的一案 所以就是說他會就做 就試試看 那就試試看當然也未必是完美的 但是大家的意見呢 因為他很容易聽 然後一個星期之後 人家的意見又變成這件案子受震撼 所以他就是這個迭代的速度非常的短 在以前林全文老師或者是賴慶島老師的時候 他們當院長的時候 他們都是用工作天來做 所以他比方說一個政策 他會說好難民 一個禮拜天會交給我 兩個禮拜天會交給我 那指的當然就是說 在那一週結束之前 禮拜五下班前 對 那但是蘇院長的狀況不是 他是用日曆天來做計算 所以他如果說兩天後給我 而那天是禮拜五 他的意思是禮拜天 對 那他如果說兩小時後給我 那他的意思真的就是兩小時後 不是等你上班9點上班之後的11點 對 所以就是用日曆天取代工作天 這個是他跟執勤院長最不一樣的 所以那個蘇院長他就是一個非常有效率 對 速度要非常快 就衝衝衝 對 他就要求的是這樣子 嗯 後來這一次的這個選舉 國民黨跟民進黨 嗯 然後國民黨輸了 輸了連扣子都輸光了 嗯 對不對 然後我們蔡總統 這次的選舉的票數相當的高 嗯 你怎麼看待國民黨的邊緣 嗯 不過我自己是沒有黨籍 我一向都沒有黨籍 其實我也是 對 很多人都以為我很支持民進黨 其實並不是 好 我是確實有參加過 也不是參加 就是送一盆貓薄盒 那個給政黨活動 那是花了五盒 那個也真的是一個政黨沒有錯 是第365個政黨 那對 那但是我這邊也沒有 讓我為他宣傳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我比較在意的其實是 現代的這個政黨組織 怎麼樣去因應網路的這個狀況 常常很多政黨會覺得說 網路其實只是好像 擴大我的理念的這個工具 好像 對好像它只是一個放大器 但其實網路它真正有意義的地方 相信你也很了解 是經營一個長期跟社群的關係 就是大家願意信任你這個品牌 並不是因為你一直放鬆什麼 而是因為人家講的聽進去 他們討論出一個共識 你不願意把它變成你的 不管是節目還是你的政策的一個改變 一個具體改變 可以給出回應 像有人打1922說 這個有一個小男生 因為只有粉紅口罩不去上學 隔天這個所有這個智慧中心 所有人都戴粉紅色口罩 這個就是一個很完美的例子 所以說這個不是說好像 指揮中心什麼都懂 相反 指揮中心聽到大家建議的時候 我們稱指揮官 印象都是一個 你早點教教我嗎 我們一起來想一想 原來還有這一招 這個很不錯等等 它就是一直鼓勵大家創新 這樣一個概念 那創新一旦有的成果 它就再去放鬆給大家知道 所以網路確實有放鬆這個部分 但是為什麼放鬆這個部分 可以抓住大家的這個注意力 主要還是因為有一些部分是大家參與 那大家參與實際上能夠給的出交代 我覺得這個是任何政黨都需要學習 那時間的關係 我分出了一個問題 那你知道486有團購嗎 對有聽過 什麼時候聽過的 其實就是你們發彩虹來的 你才知道喔 那你知道我們在幹嘛的吧 就是做彩虹 真的 OK 那以你這樣的一個網路啊 資訊啊 這麼戀愛的一個人呢 那對於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網路購物的一個平台 這樣的一個公司啊 對 你有什麼建議呢 有什麼看法 有什麼建議呢 對其實我覺得像 會合時這樣子的format 對你們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format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我想你的社群一定有一些 就是不是只是關於單一的服務 或單一的產品 而是它就是想要藉著你這樣子 就是很好的采訪的功力 去更了解說 從鄉民的角度來看 或從一般大眾的角度來看 而不是從 就是資深的跑線主播的角度來看 那這些就是有意思的人 或者有意思的事情 它可以用什麼方式去解讀 所以我具體的建議就是說 可能像這一集的會合時 因為我們時間的關係 以及之前其實沒有發像slido啊 這些出去 不然的話其實在我的很多節目上面 我們可能是進行到一半 就開始take網友的問題 那網友的問題來吧 你來不及回答的 而且尤其是這個人回答不出來的 你就會告訴網友說 那我們就會按照大家這個問題 你把唐鳳問倒了 那些問題我們下一集 就帶你去找 能夠回答得出這個問題的人 對 像說可以找回答出 關於大家怎麼跟網路相處的 某些人啦等等 對 那是這樣子的話 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方向是我們一起設定的 那這樣社群的心情 就不是只有好像transactional 就是互相交易的面向 而是relational 長期關係的面向 是的 那今天真的是非常謝謝唐鳳 這麼忙 然後還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今天我想也給我們 其他的朋友網友 我是不曉得啦 但是我必須說句實在話 今天跟你這樣聊也要談一談 其實給我也是蠻大的一個衝擊 蠻大的一個收穫 那今天真的非常謝謝你 好不好 那也歡迎有機會呢 也到我們公司來走走 沒有問題 給我們一些知道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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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可以補問問題 可以 好 你剛剛提到 除了蚊子之外都很順 對啊 你剛剛提到就是 林學院長找你來的時候 他其實想請你介紹推薦其他的方法 對啊 那你說退休兩個字 對啊 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你可以退休 你覺得你的退休條件是什麼 那你下一個退休又到什麼時候 是 OK 我是在大概2014年年初 那那個時候我有參與創業的一個團隊 叫Social Text 他賣給了一家很大的公司 叫Beople Fluent 那所以我擔任所謂Employee的工作 那是最後一個工作 從那個之後我大概都是顧問 就是consulting 那所以像Social Text賣的時候 我還是他們顧問 那所以其實月薪還是二十幾個 那我接三份顧問工作就是六十幾萬 所以就是被動時收入還不少 那但是顧問我們知道是不顧不問嘛 所以大部分時候都沒有事情做 那所以那個時候就覺得說 我應該花多一點時間來做公益 所以當時這個林學院長找我的時候 他後來才知道我本來月薪怎麼高 就是月薪打得對折都還更少嘛 而且不是被動時收入嘛 每天都要過來的 但是也不錯 等於大家納稅 讓我全時間的去想有公共利益的事情 我也是非常非常感佩 就是林學院長當時 因為他自己也做了很類似的犧牲 他來當月薪也是不知道打對折還是怎麼樣 對那所以我想我下一次退休 可能沒有下一次退休吧 因為我現在還是一個以純粹做公益的一個心情 還可以對大家服務 OK 好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其實你在很小的時候 你可能就面臨到身體健康威脅 可是很少聽你在任何的媒體上面 談到健康或談到身體上面的關節 有啊我有講運動習慣啊什麼好重要啊 你自己運動嗎 有運動 我現在大概就是都是走路上下班 像這邊其實是我們的棚 我真正的辦公室是人愛路三段 9號是我的重新時間中心 那所以像待會我下班的時候 我是回到那邊 然後在那邊把音樂什麼回完之後 那就是快步的去走回我的宿舍 上下班都是如此 那有的時候如果我騎的比較早 那好比像說像上個週末的時候 那當時是就是去 應該是小油坑橋嘛 然後走建築林 然後到小油坑那邊 到七星山那個登山口 那不過我上去大概十分鐘 就因為合照的人實在太多了 我就覺得不能公頂 還是爬一些人之寒至德路好了 對 因為其實上坡那個呼吸很需要就是掌握住 那但是就是一面而來 而且又狹路上坡沒有屁不開 然後每一位都要山 對山友都要拍照 真的沒有辦法 對 所以我現在就是還是爬一些嬌山 當作的主要的運動 那現在最大的困擾就是什麼 現在最大的困擾就是剛剛那隻蚊子 現在沒有了就沒有困擾 那過去一個月跟未來一個月 你覺得你會出現最大的困擾是什麼 過去一個月的最大的困擾 大概就是時間安排上 因為現在我一天大概要接七個 不管是國際會議還是訪問 那因為之前在疫情的時候 我就是埋頭工作嘛 其實不是推掉是說等我有空的時候 再來就是讓大家訪問得到 所以現在等於一大早大概就要消化掉每週的 那大概中間是亞洲的嘛 那到現在 那如果有歐洲非洲的 那就是到大概半晚才會消化掉 所以可能就是會跨四個市區 然後大概起場 所以這個是之前的困擾 那大概到這個禮拜消化完了 所以沒有這個困擾了 所以未來下個月 希望也不會有類似的困擾 被貼上天才的標誌之後 是是 會很煩嗎 人家貼什麼標籤我不用去迎合他 就像有人貼個大臣的標籤 那我們民國怎麼可能有大臣 那是君主立憲的國家才有大臣嘛 但是我們尊重他的文化 所以也沒有特別去否定他 但是你不需要去認同那個標籤 OK 好 我在追問大哥剛剛問的一個問題 好啊 他問你的戀愛態度 對啊 你有沒有任何的難忘的戀愛經驗 我想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所以比較難忘的經驗呢 大概就是說 凡是相信的這一部分 我講一個很具體的一個例子 像我之前在 就是大概初戀的是什麼時候 十四歲的時候 對 那當時其實 因為我當時常在大學上一課 而且穿西裝 大家可能有看過我當時創業 穿西裝那張照片 就是看起來真的是人模人樣的 就是 就是 非常超齡嘛 對 對 對 那但是就是對方 那當然年紀就比我大很多 那但我看起來也是跟他已經差不多 從外面看 那所以就很容易就是因為我的年齡 那受到對方不管是家長 或者是對方的親朋好友 會覺得說 欸少這麼多真的可以嗎 而且這個是不是 就是有一些違法的聲音啊 對 因為我當時畢竟才十五歲 十四歲十五歲 對 那所以我當時其實是一個很全面的覺得說 如果你相信一個小孩 不管他是十四歲十五歲 他是一個大人 那他就會表現成像一個大人 給你看 但是呢如果你不相信他 你就是覺得啊 他只是一個小孩 這個早戀啊 怎麼可能修身正果 什麼之類的 那確實他就好像沒有辦法 有一個很完整的這種表現的狀況 那我當時像十五歲 也已經參與就是網際網路上面 很多的這種多方厲害關係 很討論 建構出來這種政治的協定嘛 那等於也已經在做政治工作 可是當時我還有六年 才能夠拿到投票權 所以那個感覺其實是 有點像跟對方的家長 這個覺得說 你年紀這麼小 怎麼可能可以談戀愛 是一樣的 就是說你年紀這麼小 怎麼可能可以投票 怎麼可能決定這個候選人是誰 一定都是你長輩跟你講 你就傻傻的去投他 但是我想現在不要說這個十八歲 十六歲的朋友也不會同意 十六歲朋友一定是說 家長叫我投票 所以我說你偏會投他 對 所以就是說現在我覺得大家 能夠做獨立判斷的年紀 我當時十五十六歲 如果都可以做獨立判斷 那現在其實在現在這個 就是網路很盛行的地方 十五十六歲的朋友 一定已經可以做獨立判斷了 所以雖然現在大家好像說社會共識 是說公民權要下修到十八歲嘛 按照我自己的想法 比十八歲再比一切 我覺得都還是很合理 對還是很合理 所以那一段感情是很難忘的 對 因為就被這個人家覺得說 這個年紀太少了算了 所以你也放棄了 你沒有去 所以因為就是被年齡歧 簡單講就是這樣 OK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